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明 你們現在聽的是234 Channel 我做什麼? 我做中醫 什麼都寫的 以前還說服務態度好 你現在真是惡人道 現在變成什麼露丸子 不要去暴走 今天很想九叔震著 震著小丸子 就暴走了 我們都要設定他 小丸子很溫柔 我們都要嚴正聲明一下 叫聽眾可以課金給小丸子 如果要課金給小丸子 可以把錢進入我們的帳戶 我們會不會有行政費呢 都會收到大約95% 因為我們其實都很無奈 之前有些聽眾在Facebook Page 留言指明課金給小丸子 我也想我這個意外爺爺的男人來發誓 他真的可以 小丸子真的能放杯 小丸子那些慈善節目 點名要贊助他 他一直不出樣子 大家在猜 我可以告訴大家 小丸子是負責的 我不停在看小丸子 我看到下面有一條 他要霸霸 無名是一百 二萬 好繼續說 我們今天很學術性 剛才九叔都說 品牌的Marketing方向有什麼不同 我們很少有這麼學術性 幾個業界人士坐在那裡 好像那些叫什麼 Sanburner 其實怎樣說呢 他剛才說兩名牌子 扔很多錢來做Marketing 前天 Eddie 先在他的店鋪 聘請了Eason 每年都開拍攝 我來的員工其實是可以去的 有機會可以跟Eason合照 合槍 合照 但這些事情我不稀罕 當然沒有去 傻書 很慘的 Eason 九叔都在想 你說周袍就玩 周袍 如果九叔看到 一定會叫Patty 我們過來吵架他 是時候喝了 兩名牌子 一個是很喜歡簽明星的 對 一個是露簽的 露簽明星 對 否則也不會簽周袍 如果不就簽你 如果簽數人 如果簽數人 就簽你 簽數人 另一個是最喜歡簽球員 體育明星 對於顧客來說 對於你們 你覺得你會買哪個更多 其實我 因為我自己 我是買Like的圖片 我是買體育明星 對 因為我買的東西 真的跟運動員 對 因為你Adidas那些 其實我也說過很多遍 你看到他穿全套 真的很難頂 對嗎 對 因為我感覺Adidas 其實他一路想走的方向 是想走去Fashion 對走Fashion那方面 譬如說幾年前他開Y3 接著他跟Alexander McQueen 做Crossover 跟Mihara做Crossover 那一堆 其實他全部都想走 Fashion那方面 他都是想走 HighFashion那方面 對 但Nike其實比較少 跟這些Fashion Brand去做 就算他是做 是街排 街排 但是你看到的形式 我是要做主導 就是Nike 我不提供一個鞋款給你 你加你的設計 其實有分別的 還有我覺得Nike 是想做一個潮流出來 穿波鞋是潮流 就不是用波鞋 他是想製造一個潮流出來 是的 我就覺得他是 先前的兩隻分別很大 其實Eddie也有球員 足球 足球位多 是的 美斯球王 都是Eddie 但在另一方面 他也先走一步 Fashion 是要攻Fashion那邊 Nike 死都不動 是的 是的 但是 Eddie除了做足球之外 其他那些是很忽略的 是的 是的 因為他是歐洲 歐洲來的 歐洲是足球的世界 所以他才很專注於足球 到有一天 原來那邊 美國很肥仔 想著去玩 原來那邊沒有人踢球 那扑街 那扑街 原來扑街 我們找些籃球 找些東西做一下 那扑街 起步就太遲 那扑街 那扑街 那扑街已經吃了頭髒湯 是的 現在再來 其實已經慢了 但Nike 也是 Nike 覺得 原來Fashion 有得吃的 那扑街 他們那邊 Nike 又開始踩過去 之前有Cyvex Easy 那些出來 但是兩方面 其實你邊邊 攻邊邊 比較容易 其實你去簽名聲 只是說錢而已 是的 只是說錢而已 但是你去簽一些運動員的時候 他真的跟你說 你的牌子是做些什麼的 很簡單 譬如 肥豐你是籃球員 Like 又整隊漂亮的東西 你穿這些 AIR AIR FANFOR 你想想他這樣的體型 但我給的錢是一樣的 你會選誰 如果是運動員 籃球員 籃球員 籃球員就一定是Nike 不用想 即是你那個牌子在那個行業已經定型 和有大哥的地位的時候 你除非出很多錢給我 我籃球員 除了給一雙鞋 我原來簽了一萬元 但是這邊 不是 我出了整個球員 給你加一雙鞋 那你也不能拒絕 是啊 你有我的名字 我只要回家穿Like 出去我只要換回去 就是這樣 現在那個做法就是 Eddie我要簽你的時候 他一定要出那塊錢 多很多 剛好 夏登 夏登 夏登那塊錢真的很誇張 很瘋 在現在 籃球 就不誇張 NBA的世界 真的不誇張 因為你現在簽一個最頂級的 用這塊錢 就是 以他的 不要介紹的樣子 還有 重點就是這裏 夏登 很容易認 沒有看籃球都知道 那把糊塑 很大把 那個就是夏登 因為他一砌那把糊塑 其實他是一個普通的 不能的黑鬼 他還要不是 養衰 而且唱歌很難聽 真的不是型的黑鬼 其實我經常都說 Fashion就是這個 你養衰不要緊 你搞到型就行 他的屁股 我來覺得很噁心 但他在那邊 其實他踩了很多 在Fashion那邊 你見過他穿衣服 很帥 像Divonci 很敢穿 他很敢穿 但他真的是 那個界別的人 他被人定人 就是 Eddie簽他 除了他是一個厲害的球員之外 就是覺得他 on court off court 都用到他 即是他有籃球界的 潮童的稱號 對 我覺得他是被Westwood 這個吸引了 好過韋斯布龍 對 因為Westwood 本身是忍者龜 他穿了幾遲 潮位 也沒有用 但不知道為什麼 這傢伙 他有一匹 胡桑 我覺得 接受程度比較大 而且他穿衣服 他沒有 他沒有 沒有那麼彎的 沒有那麼彎的 他真的穿潮流的東西 所以 可能 Adidas 用這個價錢簽他 他是覺得值得 我相信 他是會用在兩邊的 即是不只是 即是 再推廣籃球 對 這樣用的 不是 最虧錯 最虧錯就是 D Rose 我覺得 Tim Harden 也是有這個考慮 唉 聯盟裡面 究竟誰沒有那麼容易傷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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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麼拼命 又不拼手 他不拼手 為何害怕 很慘 我就說 我現在轉來這個組 你知道 我自己的節目 是 我立即都留手 哈哈哈 平常都很盡 其實都可以試一下 哈哈哈 大家幫忙試一下 其實都可以的 難怪那些股票節目 你會問 你手上有沒有 我可以在那裡做的 哈哈哈哈 我上一次 我們不是搞了功能嗎 是啊 我有去 話說 不知道 朋友的關照 那 Eddie是給了我們一些 哦 贊助我們一些 是的 我立即那兩晚 要改了一篇 哈哈哈 我們有Fanpage 剛剛寫完一篇 我沒有 我只是照實報道 是的 我只是報道負面消息 但是 咦 先改改字眼 哈哈 那沒有主持人 原本是說什麼的 哈哈哈 幕後寶山字眼 實在是不記得的 記得啦 記得啦 總之我要先長一點時間 咦 前幾天好像還有一篇 哈哈哈哈 不要去到這麼近 哈哈 真的很慘 但是 會有這樣的事 但是 Eddie 現在一定是賭錢出來 賭錢去做 但其實 照射回來 很笨 他拿了這麼大筆錢 他多於Nike 剛才說過 Nike 人家在美國市場 佔54.5% 佔了4% 你都拿了錢 大了別人 多厲害 但是其實 那值不值呢 其實真的沒有人知道 但是他很捨得扔錢 近幾年 不斷簽 又是明星 你想想香港 那些明星都被他辣了 他不是香港 香港 很簡單 你只簽Eason 他簽那張 不是香港 是Global 那張約 我不知道多少錢 喂 大陸他簽哪 簽一下 阿冰冰 這些你不要理會 你不理會 他走出來 他就表現中國13億人民 他有國際地位 不是 有國際地位 最糟糕的是 全之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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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生仔 吹了啤聲 哈哈 但是他去到哪裏 都差不多簽了一個 當地最代表性的藝人 這個錢是一點都不小 他肯定不會少得一個球員 但是 你購買一回事 但是他很受到 那些不是運動的人很購買 去買的 真的 為什麼呢 譬如阿冰冰 整套 拍完出來 在店裡 原來那些同胞 是會 我要這套 整套 整套 全是購買的 他沒有聽營棍 叫人不要穿營棍 但是 對 講大陸 你應該把營棍推銷去大陸 哈哈哈哈 因為那些人真的像灰色購買的 終於黃河過 這麼多人 大哥他是這樣 我們香港人 你跟著他 但是我們要錢 對不對 所以一定是這樣 就算 不要說冰冰 就算 我們逢新 feature 張家輝 這樣 穿那套 他那套 出來 都隨便購買 真的有效 真的有效 這些是前面文化 好看 那你就常去買 你起碼有個眼前有個明星示範給你看 他不會照顧鏡子 是不是張家輝 對嗎 他的內心認為自己是張家輝 他的內心 他就是想你覺得自己像張家輝 其實他就是 他就是要你說自己是 那 你看看你 你受不受他這套 你受這套 那就成功了 我覺得回到大陸 這麼多周柏豪 哈哈 入空街都是明星 哈哈 原來就是這樣 但Nike 反而少些用這個方法 Nike少很多 他不會用明星去做代言 其實Nike 他用回他的球員能力 你做了就是他這麼厲害 是的 還有Nike 他籌球員都選擇 他那個選擇程度都很高 是的 而且他捧得準一點 應該是說 他捧誰就做個選擇 簽就不選擇 簽就是人都簽 反正現在每個人都搶著 現在最重要是 這些其實魚翁殺網 看誰能紅得起 他就做他 好像他兩年前 像Under Armour 你猜他想放Clery嗎 是的 那時候Clery是倒楣的 哇 人家出這樣的錢 我沒理由出這樣的錢 簽就倒楣的 那邊他賭 他買一贏了 現在MVP又是冠軍 你都取不到他 但是你看回那邊說 其實也不是很大幫助 你簽得一個 是的 你只有一個Clery 我給你簽完簽完 你只有一個 那有什麼用呢 那沒有用的 你出來出來只有一雙鞋 我被那雙鞋買得爆了 那又如何呢 那你在籃球界 其實也不是什麼來的 是的 真的 所以他走了一個 他沒有所謂 但是譬如去年 譬如 譬如 這裏的人不知道 聽不聽藍球 我不管他 哈哈 哈哈 現在下部場變成藍天 藍天認棍 上年簽過KD KD本來是Under Armour 想簽的 但這個他不能放走 他死都不能放 這個出了第七代 你不要放的 因為剛剛他的鞋子 才開始好賣 你就放了金彈過去 還有這個包補厲害 你放了他就笨了 這個胡叔佬 又醜醜醜 又要這麼奇怪 我有這麼多人 我都說他這麼厲害 他都不幫他出鞋 其實他根本就沒有想要 他根本就沒有想要捧他 因為如果只是 以運動員來說 你那個人真的不太討好 其實以Like來計 其實他去年是想捧Paul George 對 但剛剛也是斷腳 如果不是 其實Paul George 和下等兩個 基本上都是同時期 同時期 練習差不多 位置差不多 又是對中的星星 但這個項目出來 我那個黑人要帥 黑人要帥 新型還可以 但你這傢伙 其實他有點肥肥 其碼一樣 屁股又大 屁股又大 對 打球又怪怪的 又會成皮糊塑 所以其實你選 我是Like 一定不會選投資的 所以你只是說 藍球 Nike和 Adidas 你已經看到他簽人的分野 其實足球都是 你想想 足球 你看Like和Adidas 兩個王牌 你看他怎樣簽你就知道 Adidas就是 美絲 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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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OCE 那些 全部都怪樣的 還有是比較 怎樣說 感覺 你看看 美絲 其實是不帥 他好球 總之一定是好球 但是不帥 但是Like 你只是一個斯朗 你都不用說了 總之我不管 走出來 有閃的 帥仔 人生大贏家 那就是尼瑪 為何要簽尼瑪 多女 當然不是啦 多MK仔喜歡 你看到我自己來的 你都傻的 業績足球業績 金頭髮 你看看 他簽斯朗也是 帥仔 有型 多女 始祝他的Marketing的形象 永遠都是有型 有型 你不要管他他 但是Like的廣告力來 足球那些 其實我覺得 跟Adidas的手法都很不一樣 Like那些是銷售很帥的 直接帥到好像在看電影 但是Adidas 足球的廣告是比較生活的 他有少許技術的 他也是會把自己的技術 他也是會把自己的技術 是技術 你看到很多時候 拍完他們玩球 玩得出生的花 是啦 Football is life 那些感覺 其實Eddie 你猜他本身 你猜他很想 摺下燈那些 他本身足球 其實他也是在走 Like的籃球路線 只是他走到別人的地頭 當然沒有辦法 那就走到別人的地頭 是不是 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但是 我們說回現在 譬如你做這些牌子 我其實真的做過很多牌子 在體育界 體育界小強 我做VBOT 我做VBOT 做過Champion 還有什麼Spelling 那時候Arena 泳衣做過 然後做Sporting 然後Eddie 基本上 籃球有關我都做過了 差不多 還未回去做李玲 李玲好東西來的 是嗎 我買 你買了李玲 你買什麼 我買VBOT 其實李玲可以說一下 但VBOT很硬 到底出了什麼 我買頭一二代 第一第二代 我都是喜歡的 其實李玲 整個模式是吸足Like的 完全吸Like 整個團隊 他請了那些人 整個團隊 整個團隊 然後做差不多的事情 之前香港不是有李玲鋪嗎 我想是五六年前 五六年前 其實他連店面的設計 擺貨的方法 全部都是Nike 他甚至連Tap都跟Nike一樣 三個Tap 我佩服他們 所以就這樣死了 旁邊人家的店 對面不久 你沒事的 你喬丹 都打贏了Jordan 不過認真 李玲其實近幾年 真的差了很多 因為我李玲出DV那雙鞋 我頭一二代 我也是買的 我覺得他第一對 你買了一對垃圾蟲 對 綠色的 一點點 綠色的波點 因為那兩對其實我都覺得很穿 用來打球都覺得舒服 但是不知為什麼 他開始越來越坏 他越出 你打球 這麼大膽 你很傻的 我看著DV來打 頭兩年 DV穿成這樣 都不能穿 那應該可以 所以就穿了 所以就馬上不穿 所以就馬上不穿 其實我們那時候都覺得你很勇 為什麼敢穿李玲來打球 我連Adidas都不敢穿 你打算粉絲買 就穿來打球 厲害 因為我們一直有一個迷思 是打籃球的人 覺得Adidas的籃球 是特別容易傷的 九叔可不可以說幾句 可不可以為Adidas護航一下 其實一定沒有問題 哈哈哈哈 很員工 不是 我個人是很均衡的 要拆一拆 我本身除了做這個牌子 我還是主理籃球 還是主理籃球 三鞋子 當然沒有問題 你有沒有穿新一對 新一對Crazy Like 記住一定要買一對 顏色漂亮 有Boost底 舒服 捏面 貼腳 一流 這麼多雙鞋最好這雙 我想問一問 你以上所說的鞋 你有沒有持有呢 我是有的 喂 喂 Kennie仔 哎呀 媽媽 什麼事啊 媽媽 是啊 你和元妹一起嗎 是啊 哎呀 妨礙你們拍拖點 我想你幫媽媽買些東西 玩什麼 因為枕頭袋有口水積 我想換掉它 你幫我買一個枕頭袋 不要買兩個 這些是成雙成對 那你買完之後 就買一些方便便回來 因為那些麵 香港的牌子就不是吃得好 吃得好 我想買一些韓國和日本那些 是啊 聽不聽到啊 唉 你聽到嗎 你買完之後 你再多買幾宗水 因為那些人說 你喝抗泉水有益 你還好買三箱 你買三箱抗泉水 媽媽有事剩下我 我來洗麵也可以 還有 我怕你昨天買的瘦肉不夠 你幫我買多四個五餐肉 你老爸又說現在喜歡吃五餐肉 還有 哎呀 阿荷B仔 他的臭牌子 就想你多吃那些朱古力 哎呀 還有那些什麼朱古力棒 哎呀 還有那些辣辣辣辣 你就幫我買回來就可以了 我為何妨礙你拍拖啊 啊 唉 行了 我搞定了 唉 這樣搞定 怎麼拍拖啊 喂 兄弟 走路大眼 走路大眼 咦 你不是Kenny 這麼巧的 喂 看你真是垂頭喪氣 好像不太精神 有什麼煩惱 讓你幫我解決一下 我媽咯 你媽咯 不是說病了嗎 又叫買這個 又叫買那個 我約了女兒去街 買幾樣咯 老人家的東西不是買一棵菜 買一根瘦肉 難道叫你又床單又枕頭又棉胎嗎 是啊 就是買那麼多東西咯 嘩 伯母這期那麼喜歡買東西 總之麻煩 我明白的 因為我曾經有過這樣的苦惱 就是爸爸媽媽又買這個買那個 叫做一天要買光 幸好 我聖招很好吃 去759 咦 有齊了 真的有齊了 一次過搞定了 一個小時之內 包你買了你媽媽 你爸爸想要的東西 接著就是HAPPYP出去看一場戲 是啊 759 好啊 我是姜浩文 你在聽的是234channel 我在做什麼 還用問的 當然是明星啦 我是肥豐 我是肥豐 我真的很喜歡發光物件的Peddy Peddy 阿柱我跟阿楓一直都是Peddy做的 我們都是做設計時裝 蒜郡夢้工場啊 真的 迎棍夢้工場啊 真的是 234老符 老符 老丸子 老орт 如果說粵雞 一定會 using老符 沒錯 234老符 老百 好害怕的 剛才走廊撞到的 真的很害怕 不是 是小燕姿真的 突然形愕 其餘 也不理你小燕姿 繼續和狗叔肯公說 記住我想說一說 除了做這些購買之外 我還有做過一些時裝的品牌 嘩 最後一節才來了 終於盜用了 我做過時裝的品牌 有些大行內一定做過 譬如芝技 芝技差不多做這行好像還沒進去 但我還沒做過佐丹爐 芝技重口味 芝技所以我半年離開了 芝技簡直是 這件事我不知道 芝技即是田兆那個 我知道 我很多朋友都在那裏做過 但Girwennie正在做的 在葵坊 通常那裏的人熬不久很快就走掉了 因為他們說是嚴重口味 可能在OTO到瘋狂 但OT不是因為很多東西做 有時可能在7時多時 老闆就打電話回來 說9時開會 然後他再遲一個小時 又開到1時 芝技最晚是12時開 12時才開播嗎 不如我們所說的 譬如是review盤貨 4時開始 但我中間有個晚會開 等我回來 我們晚會開完 11時 回到12時 繼續做到3時 這些不是每次都熬到的生活 一來 二來 說他不要緊 他不是在這裏做 田山是用自己的身體 現在不知道 用身體作為一個標準 他自己做身體模特兒 那時那些西裝特別短袖 那些是我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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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我我不適合穿 你說的 雖然說 那些人是轉得快的 但我有個同事 做了十幾年 在這裏 他怎樣熬 我不知道 真正熬 因為有些人說 早上田山那些 要去立法局 去開會 日後基本上是沒辦法見到他 變了很多東西 但他一樣東西都很親力親為 即是一個好老闆 所以就做了兼職 我不是說這些 除了體育 這些品牌 我也做過這些類似 這些Mask 可能你說Fashion也好 這些品牌 你剛才不是說 設計是敵人 但我不同 我本身是設計出身 我跟設計很合格 尤其是設計全部是女兒 我剛才想說 我跟設計很合格 我是設計最喜歡試新產品 我是很開路給他試新產品 喜歡試新產品 我這些 真是一個好敗人 但老闆又要拿他一盤數 我又會看看怎樣試 看看怎樣做 真的不知為何我跟設計 好在不是碰到你三個貿易 碰到你三個貿易 碰到你三個貿易 我跟設計都是女設計 是朋友到差一點就出軌 你知道那些公司搞得很晚 夜晚晚 我跟設計很合格 試一下衣服 試一下衣服 試衣服又不知 男裝女裝都有 但不用去試 你夾要聊 有時 男女之間一說到一些東西 突然大家叮一聲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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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些火花飲出來了 是很危險的 那一刻突然兩火心 聯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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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試過拍拖 都試過跟設計師拍拖 但是 拍得不長 當然 拍得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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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簡直可以開一集 給九叔說 是呀 我去到那一關 我走了 我已經辭職了 差不多要轉工了 那你明白 為何去轉這麼多份 我真的轉很多份 這些公司 我也做過五六間 長江我也做過 YGM YGM 當年是享負食命的 一間製衣的公司 現在雖然是新蒲江 新蒲江 新蒲江 那棟大廈 現在二級古蹟 很拆 但YGM那時候 你正在做 YGM的牌子 我做 這些牌子厲害 我年輕的年代 Michelle René 那些牌子 那時候是 中文就是 馬斯龍 三種動物 龍虎豹的Fan 馬斯龍 這個牌子在那時候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很厲害 又是做這些 不過那時候是做assistant 但又是跟 都是designer 那時候是女兒 那時候是女兒 很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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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歡開店 一起開店 開店 那時候 所以那時候是捱到 回到夜都不會那麼差 我是有女兒玩 所以現在那些人經常說 工時太長 然後又要OT 還有我們Fashion這行 OTOT都太厲害了 其實根本的問題 就不是在OTOT得厲害 是沒有女兒 有些精神食糧 其實是O內一點沒問題 情況跟我們現在錄音室一樣 露虎在這裏 如果這裏是現在整棚美女 每人有兩件在我們旁邊 那四個鐘都沒所謂 馬上加鐘 大家可以聽到一個鐘 麻煩 Candy最厲害 但是很多時候 我看到其他公司 或其他部門 有巴雅和設計 或者什麼的 都很隔不來的 不如你們說 有沒有那些巴雅 有沒有跟巴雅 隔到扯了火 和擦了面 那這些要問阿柱 我們不是的 雖然不是美女 但我們很包容 是嗎 電包容化這個人 阿柱很賤格 通常巴英隊都是一群女 其實兒子 九叔叔是奇葩 巴英隊不是真的很多兒子 特別是時尚界 有很多女 阿柱作為設計部的要員 很多時候 第一時間他走出來 就電爆了那些寂寞 借線 填補了他空虛的心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填補他的空隙 通常以我所知都是這樣的 就是阿柱打頭陣去搞定了那些阿姐 電爆了那些阿姐 對 之後肥蜂就在後面 之後我就下班了 是不是 之後肥蜂就在後面 撿那些妹妹仔 哦 即是橫掃跟著那些 不是 這個千萬不要以為是開玩笑 這個是韓類血利史的其中一個 是啊 這個話題很嚴肅 所以說同一間公司 其實兩個部門就好像客 和 Exactly 這群電衣其實和做額沒有分別 如果對著女人也一樣 嘩 最好就拿著手 你試一下這件衣服 你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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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的了 你有沒有試過 阿姐說 突然拿這件衣服出來 看 不知道是不是 阿柱你試來看看 試給我看看 有沒有試過這樣 長期都會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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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算是為了一群人 我忍你 我穿給你看 就是這樣 我以前不是這樣的身形 我吃了很多 突破盲腸 以前我最喜歡的阿姐 試衣服 又試褲褲 又經常看你的浪位 對呀 又看浪位 又看浪位 我講一件事聽起來很好笑 又是講一件事 我講一件大陸公司 有個老闆 剛才我見到 跟六十多歲的阿叔 會跟他批衣服 老闆娘做甚麼 老闆娘跟你試褲 試甚麼呢 試袋夠不夠深 他一手掌握 他可以看一件褲子 忍不忍材 手准去批衣服 背部不夠深 你不得行 那個中古是難同事 他會反省 看著我身上 我看不到 這件事傳了很多年 還是鬼故事 沒有那麼恐怖 但你要記住老闆娘,你千萬不要以為是很慘的老闆娘 那是大媽來的 嘩,我頭痛了 快點,小雲芝拿白花油給九叔 她說不行,她肩幻 阿菇不能再阿菇,有錢人穿好一點 穿到茶水布 阿菇最糟糕是甚麼? 如果她知道,找阿菇 她不肯讓公司的女同事穿背心上班 有沒有辦法 那你和我剪了想樑是不是 加錢呀 剛剛才剪了想樑 不讓穿背心,不讓穿短褲 嘩,叫媽媽來 媽媽,轉來,甚麼事啊 有些人說她自己不穿就算了 她自己不穿,當然要了,需要了 幸好你不是說她自己狂穿 她說背心短褲留給兒子上 她不讓女兒穿背心,但伸手進去看 人家的褲袋夠不夠深 有沒有這麼變態呀 那時候很奇怪,她負責管另一個幾個部門 那公司已經很突破了,走長短洲 但她不讓樓下的人回長短洲 一定要回長洲 為甚麼 為甚麼 沒有理解呀 你做不做呀 你喜歡就不要做呀 即是為生活我可以忍 其實真是血淚屎 我們根本就不應該笑 但不知道發生在九叔身上 我又很想笑呀 我不是在那邊 只要我坐在她右邊 是神經病的 如果我是那組離開了 我受不了這種氣 但她去試試 我一棍就放在那裡 我剛才說她的帥哥 穿得很帥哥 要服侍這些 阿沈 所以有見及此 其實我很久之前上班 都是不穿有褲袋的褲 你肯定? 但穿褲褲褲 我從來都不減肥 因為這樣就沒有人找我試身 基本上 大部份時間 我以前和阿雪都一起做 即是這些東西都是阿柱硬吃的 不是 她有褲子 當然是她來的 阿柱有沒有試過被人插袋 真的有 她長期說 為何你前面的浪位 那麼大 有執報 你先說清楚這些 你褲浪有大抽 為何Feed搞極 第三、四次版 都還是一大塊 真的 有些我硬見幾次 我心裏是流淚的 就是褲浪和大腿的位置很鬆很鬆 結果你看到鬆就鬆 紙出來就可以了 硬是要伸手 大腿內側 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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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平之後 然後還要鬆平了 你拿大頭針 為何要鬆越大針 在那裏的布 拿大頭針 撈緊他就算了 突然 剛才很鬆的 怎麼鬆的 怎麼鬆的 這個位置不夠布 反而又 真是很慘 他弄了一個布出來 你拿大頭針 撈緊他 叫師傅買酒 然後叫師傅買酒 怎樣有血 他又不肯 對 他撿了那製布出來 掃平了 又弄回頭 然後又不再撿給製布 又鬆 來來去 會會會會會 大哥 阿嬸你玩夠了嗎 我當時看著阿柱 看見他的樣子 你是不是那個阿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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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跟給我 我沒有 弟子給你做什麼 大哥 真的很辛酸 你是用在哪一部分 你不要理我 真的很辛酸 所以當時我看到他的樣子 我就跟自己說 我老闆都不減肥 那些袋裙 袋裙 袋裙又加長又加長 減短又加長 因為我們相片尺寸 通常都是穿32碼 所以後來我就說 其實他下體還可以 下體叫他試 偶爾會屈我試 但我是矮的 那些褲子都長 那我就可以推就推 因為你不是經常有機會 找Feed Model 但穿的公仔是很硬的 你穿不到那個形態出來 通常都很噁心的 一定要自己穿一下 找真人穿一下才會安樂 所以那些血淚屎 阿廚真是 唉 真是 濟衣鴨 濟衣鴨就是這樣 想不到最後這一節 是血淚屎這樣過的 不是我們說一些開心的事 開心的事 是甚麼 我們叫聽眾訂一些鬼鼓 二十三十四十會 下個禮拜說鬼鼓 你說時裝界有鬼鼓 時裝界都有時裝鬼鼓 時裝界有咸鼓 有時裝鬼鼓 時裝界都有咸鬼鼓 即是我們會見到阿廚又被野琴 那些 鬼壓床又來 他又被牛仔褲辣 等著是 你會見到 下個禮拜我們會說鬼鼓 真的說 不是 首先二十三歲 有些甚麼聽眾如果有料的 扔給Kenny 扔給Kenny 聽聞 Tamon很喜歡我有獎品 你見到Kenny 即是每晚都睡不到 真的 你有沒有看鬼鼓 你八九幾個 看得不可以這樣睡覺 失調 因為他的人又怕 船頭又怕鬼 這麼猛烈的人 不知道要做甚麼鬼鼓 其實我們 如果有任何和這個Fashion有關的鬼鼓 你可以傳給我們 放進營棍 傳給234 Group Candy 其實所有鬼鼓 不如群合起來 我們盡量用我們可以用的能力 演繹出來 雖然大家都猜不到 他們說很古怪 全部都要加甜 總之還要加甜 那說甚麼鬼鼓 就說鹹蠱蠱蠱 不 所有鬼鼓的埋味都是 我出了 完 完 大家傳給鬼鼓來 我們都不知道夠不夠課 都不知道夠不夠 至少傳給我們Facebook Group 也好 看看找不找到蔡嬸 蔡嬸也很奇怪 蔡嬸有潘兆聰嗎 不是阿柱才是潘兆聰 阿柱有些親身經歷 可以下星期分享一下 我們也有露芙 有露芙 有蔡嬸 也有蔡嬸 人強的馬狀 而且最近的廳 少了幾個地方 Candy千叮萬祝大家 貼著234頻道的Facebook Page 和貼著盈棍的Facebook Page 因為我們有YouTube的連結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醒目的話 自己下載 你加入了群組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在YouTube上 下載聲音來聽也可以 有技術性的問題 就全部都找Candy 要投訴找Eugène 對 要投訴找Eugène 但如果是女聽眾 就找九叔 你神經病 女聽眾當然是找我們 不過今集多謝九叔 之後還有Cross Over 之後慢慢再量度 再量度 今集真的是最學術性 可否這樣說 留待聽眾自己的判斷 表離 表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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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